一百十一年四都中中名堂出路 祖林师美代是帝到这个苏营 在两口这方特别前来好好表演很好 这会敬酒师美代祖林的四都中 有年从祖林师美代 对民国七十二年开始在路上幸福 祖金已经中近四十年 临近拍拼用心对待每一位学生 把学生当作是自己的孩子在教 这边帝到四都中可以恭喜四季名鬼 非常恭喜我们的美代主任 美代主任他从年轻的时候 就在洛金国小来服务 他这一生中把他的四十年最精华的时光 都贡献给我们洛金国小的小朋友 今天他拿到了这个奖项 我们觉得非常的光荣 因为他将在地的文化融入在他的教学中 他曾经拿过了彰化线三次的教学卓越的特优奖 他也是我们彰化线幼教辅导团的总招 他每天都是在思考着如何让这个孩子 有在地的文化 在地的语言 在地的艺术 能够让我们的孩子 以路港为荣 以洛金为荣 那今天非常恭喜他拿到这个奖项 他最大让我最大的感受是 当有些孩子刚开始的时候 哭闹不安 他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 把他带在身边一口一口的喂他 安慰他 我想今天这是他拿到这个奖项 最大的原因 他是以教育的爱为宗旨 他爱我们所有的孩子 恭喜他 施美代主任在学校的认真付出 是大家共同看在眼里 那今天的这个奖项呢 非常恭喜美代主任 那我们当学校的主任 还有我们各位老师 还有我们校长 还有包括我会长 大家都以有荣誉 在这四十多中 施美代情欢喜 这几年来安排了 很多在地化的课程 希望就让孩子 对家乡有更多的倫童感 我其实在教育界里面 已经很久了 但是我不只把我们的孩子 就是带入我们的在地化课程 那让孩子去认识我们的家乡 我们的入港 所以我们常常带着孩子 到外面去走 走到我们的社区 这个就是让孩子去认 主要的认识我们的家乡 让孩子把家乡 当作是一个很光荣的 出去外面可以 以我们的家乡 是一个最好的地方 介绍我们的家乡 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想法 一个宗旨 认识标识 就是有像师美代朱林 这样的老师 人真打拼的父亲 为六港保有出 更多优秀的人才 这也是我们六港的好奇 美代老师他真的转型 爱这孩子 也把一生的心血 奉献以上 在我们洛进国小 在幼儿园里面 获得很多家长的肯定 这是能够获得 这个四多奖 真的 也对他 真正的建築 我过去 也带到我们洛进国小 也带到我们洛进国小的校友 从小就看到美代老师 他的用心跟付出 都在我们的教友 所以真的 今天得到这个奖 这也为我们的教友 那尤其我们洛进国小 真的人才辈出 不管在这个政界 还是在艺文 都付出了很多的人才 包括我们这十一方 我们现有的 我们这王县长 还有我们这国宝级 工艺大师 李秉贵大师 都是出持我们洛进国小 可以让我们立足 在我们六港 心怀着我们这台湾 远望这个世界 真的 大家都共同 比我们这个高的感 真的出了非常 杰出的一个 优秀的人才 师美代助理 到中 电影一直好好 都非常欢喜 感谢他 做年来为 学生的付出 这本地点 苏多重 也是对他 最大的困点 新中华新闻 创丢签六甲 彩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u点栏目